KTV包厢内 已经过了营业时间 三个不长眼的小混混 还想继续喝酒 看场子的大哥听闻此事 急匆匆赶来包房 见对方明显是来闹事的 大哥也不手软 先吩咐手下关好门 然后一个箭步冲上前去 使出一记记重踢 直接把对方打到怀疑人生 小混混头目见识不妙 居然掏出匕首 想要偷袭 大哥反应迅速 一个回旋踢将其撂倒 接着拿起啤酒瓶 就把小混混撒晕 顺利解决好这起突发事件 大哥名叫善宇 是当地黑帮老大 黑龙手下的一位得力干家 因为善宇始终对黑龙忠心耿耿 做事认真妥当 所以黑龙十分放心地 将黑帮的酒店和KTV生意 交给他大力 善宇本以为 那几名小混混没有什么大来头 却不想对方 居然是同帮派大老儿子丁青的手下 这天晚上 黑龙找到善宇吃饭 饭桌上告诉善宇 丁青的事情先放一边 他自会解决 现在黑龙需要善宇 帮忙监视一下他的情妇秀颜 因为黑龙最近感觉秀颜出轨了 再加上他明天就要去国外出差 所以这段时间 需要善宇时刻盯住他 黑龙甚至下了死命令 如果对方真的出轨 就直接杀掉这两人 此日黑龙刚走后多久 善宇就主动找上秀颜 带去黑龙送给他的礼物 一见面善宇就感觉秀颜 跟别的女孩不一样 秀颜她是个音乐演奏师 优雅大方 气质超凡 这让善宇的内心开始躁动起来 然而他深知黑龙冷酷无情的办事风格 不敢动歪心思 送完礼物以后 善宇就在秀颜家附近进行监视 果然没过多久 一辆汽车停靠在门前 只见车上的男人 接上秀颜后便离开了 善宇紧紧地跟在后面 看到两人一起吃饭 蹦迪玩耍 看起来关系有些亲密 不过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当天晚上 那个男人把秀颜送回家 就开车离去 既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善宇打算回家睡觉 就在这时 他突然接到黑龙 另一名得力干将 明硕的电话 告知丁青要为小弟出头 便通过他找到善宇进行谈话 谁曾想回到酒店的善宇 丝毫不惯毛病 从明硕手上 接过丁青电话 直言有什么问题 当面来找我谈 说完当场挂断电话 这让电话那头的丁青愤怒不已 而明硕也是一脸的震惊 明明很简单的问题 现在非要搞得这么复杂 善宇告诉明硕 丁青这是在给他们下满威 绝对不能屈服 原来丁青背着父亲想要出来单干 而他第一个目标 就是瞅上了KTV生意 所以还拜小弟潜去闹市 希望能从中分一杯羹 明硕却不以为然 责怪善宇的不理智 两人为此闹得不欢而散 其实明硕和善宇两人 本来就不对付 善宇是黑龙面前的红人 掌管着组织最挣钱的两个项目 虽然明硕也是黑龙手下的一名得力干将 实力也算可以 但跟善宇比还是差了点 所以他对善宇一直有种敌势的态度 事后善宇回到家中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不过他不是因为丁青的事情 而是为了秀妍 很明显从来没谈过恋爱的善宇 居然对秀妍一见钟情 次日一早 善宇突然接到秀妍邀请他吃饭的电话 这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急忙整理着装前去赴约 结果发现对方只是不愿一个人吃饭而已 随后善宇把秀妍送去音乐会彩排的现场 刚准备离开就接到手下电话 称明硕带着丁青来到酒店要求会面 便急忙赶了回去 发现丁青果然把酒店餐厅当成了KTV包间 居然还叫来几个姑娘 这让善宇气不大一处来 直接当着明硕的面请他出去 这不光打了丁青的脸 也让明硕丢了面子 为此两人差点在餐厅打了起来 这时善宇想起还有老大交代的任务 就不再理会明硕 起身离开赶往秀妍那里 结果赶到时 正好看到他被之前那个男人接走 善宇一路跟着回到秀妍家 看到男人开车离开以后 他待了一会儿才放心的离去 谁知在路口的转角处 他看到了辆车又折返了回来 感觉出不对劲 善宇也跟了回去 这次果然发现秀妍跟男人之间有奸情 男人想跑却被善宇一脚踹了回去 接着便准备打电话通知黑龙 但是想到秀妍将面临的下场 他就有些犹豫 无法按下拨通键 最终善宇还是放下了手机 警告两人以后永远都不要再见面 并且忘记今天晚上的事情 这是他唯一能想到 妥善处理这件事的办法 可惜秀妍根本不领情 反而责怪善宇多管闲事 说完就气愤的转身离开 留下来的善宇顿时一脸懵 之后善宇回到家刚停好车 丁青的手下丧彪就找上了门 警告善宇现在去跟丁青道个歉 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不然定要他吃不了兜着走 善宇听闻冷笑一声 直接让丧彪滚蛋 没想到当天夜里 善宇就遭遇丧彪手下的围攻 最终双拳南提四手 被对方打晕抓了起来 等他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吊在一处仓库里 旁边站着丁青的人 就在丧彪准备动手干掉善宇时 丁青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接着善宇就被戴上头套 送到了郊外 等善宇把头套摘下 却看到黑龙一脸冷漠地站在对面 虽然丁青只算半个黑帮分子 可面对黑龙亲自打电话要人 他也只能照做 在这里黑龙质问善宇 为什么不给他打电话 原来黑龙已经去过秀妍那里 而秀妍也对黑龙早已没了感情 只想尽快摆脱这种生活 便跟黑龙提出分手 黑龙一想便猜到发生了什么 他这个人最恨的就是背叛 不听自己话的人 可在处理秀妍之前 他还想知道善宇不听话的原因 于是在得知善宇在丁青那里以后 直接打电话将他要了过去 黑龙见善宇迟迟迟给不出解释 便转身离开 临走前吩咐明朔将善宇活埋 此刻天降大雨 善宇被明朔一脚踹进深坑里 接着手下开始填土 但善宇命不该绝 没过多久 他就艰难的从土坑中爬了出来 发现明朔早已等候多时 他看到善宇没死 心里多少有些失落 接着善宇又被带到附近的仓库里 对方用高压水枪给他洗了澡 之后明朔递上手机 告诉善宇老大在等你回话 说出不打电话的原因 而且只有15分钟的时间 其实事情发展到这 黑龙明白善宇 很可能是对秀妍动了心 因为善宇之前 从来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但黑龙想要善宇亲口承认 从而也验证秀妍 红杏出墙的事实 此刻的善宇 犹如一条丧家之犬 他知道即便说出实情 取得黑龙的原谅 也不可能再得到对方的信任 明朔会顺势上位取代他的位置 而且秀妍也将难逃一死 于是在这一时刻 善宇做出了一个艰难决定 逃离这里 为自己也是为了秀妍 同时也想找老大问个明白 为什么一定要杀掉他 15分钟一过 他快速出手 打倒前来要手机的明朔 然后凭借敏捷的身手和凶狠的拳法 硬生生地杀出一条血路逃了出去 很快善宇逃跑的消息 就传到黑龙耳朵里 顿时怒不可 吩咐手下务必找到善宇 除掉他 而逃出来的善宇 深知自己接下来将面对什么 于是便找到地下军火商 准备购买一些武器 对方见善宇是新面孔 不愿卖给他 善宇见状灵机一动 谎称他是丁青的手下 为了骗过军火商 还拿出自己的名片 一听是丁青的人 军火商也就没有多想 直接拿出手枪供他挑选 正当善宇准备拿枪走人时 军火商突然发难 非要核实一下善宇的身份 眼看身份就要暴露 善宇迅速拿枪 解决掉现场的军火商和他的手下 然后快速逃离现场 没过多久 军火商的弟弟大壮来找哥哥 看到现场的惨案顿时悲痛欲绝 这时他在桌上发现了善宇的那张名片 意识到大哥的死可能与他有关 当即决定要亲手给哥哥报仇 先是找到丧彪 用枪顶在他的脑门上 逼着把丁青约了出来 善宇想要找丁青报仇 没过多久 两人在一处滑冰场内见了面 丁青见善宇来势汹汹 表面上主动认怂道歉 实际上却趁善宇松懈之际 迅速掏刀对他连筒树下 被刺伤的善宇跪在地上表情极其痛苦 丁青见状变得格外嚣张 上前嘲讽善宇不应该约他见面 谁曾想话音刚落 善宇就从包里掏出手枪 对着丁青连开竖枪将他打死 常言道反派总是死于话多 之后善宇又联系了黑龙 要求跟他在酒店见面 将此事做个了断 黑龙赶紧让明硕在酒店安排人手应对 画面一转 在一间仓库内 丧彪被手下找到 原来善宇并没有杀了他 丧彪被救下以后 急忙给丁青打去电话 却发现无人接听 意识到老大出事了 他立即召集手下要为丁青报仇 而此时的善宇 黑龙的包房走去 在场的人谁都没有想到 善宇手里能有枪 所以明硕不止的手下根本拦不住 就连他都命丧善宇枪下 就这样善宇一路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来到黑龙面前 并且拿枪指向黑龙 大声质问 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善宇在黑龙手下尽心尽责工作了七年 到头来黑龙却要他死 他实在想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会跟黑龙走到现在这一步 黑龙听完没有回答 而是一脸平静的问善宇 你走到今天这一步 真的是因为女人吗 听到这善宇也没有回答 事到如今 即便是知道答案 他也回不去了 于是直接开枪 击中黑龙的心脏 黑龙一脸难以置信的倒下去 归了膝 就在这时 丧彪带领手下出现 双方随即在酒店内爆发激烈枪战 善宇躲在吧台下 予以反击 虽然他身中鼠枪 但凭借顽强的意志 最终将所有的人全部消灭 而善宇也贪软的坐在地上 看着满地的尸体 心里不禁在想 自己为了保护一个 不相干的女人是否值得 更不可思议的是 从始至终 秀妍就没对她有过一点好感 没过多久 大壮拿着枪来到酒店 送了善宇最后一程 临死前 善宇的脑海中 闪过之前秀妍的点点滴滴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甜蜜的人生是2005年 韩国最有卖座的一部商业电影 影片内容 有着对人生主题的探讨 揭示出人生是甜蜜而又苦涩 甚至有些残酷这一主题 男主李炳贤的表演非常棒 镜头又很喜欢捕捉他的眼神 那是一个只剩拳头的男人 无奈与愤怒 而片中 打斗场面极紧凶残 处理的既残酷又真实 据说被活埋那一场戏 也是李炳贤拍摄最艰苦的一场 给人一种活出去的感觉 困兽拼命突围 确实非常震撼 喜欢的小伙伴 可以看一下原片哦